欢迎来到正解局 正解一切不明白 大家好 我是小鱼 说起韩国的特产 能够与泡菜齐名的 恐怕就只有高丽参了 而说起人参 我们中国做到了产量世界第一 可这价格却只有韩国高丽参的十分之一 我们的人参比韩国的高丽参差在哪里 今天小鱼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人参 哦不是人参 高丽参作为补品 早已经成为韩国的一张名片 2019年 韩国人参市场规模高达2万亿韩元 其出口额突破2亿美元大关 产值是我国人参的10倍 按说高丽参、人参、西洋参 同为世界三大参 差距应该不大 可是高丽参的市场单价 却是人参和西洋参的10倍还多 而即便差价如此之大 高丽参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却丝毫不逊于人参和西洋参 这高丽参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要我说 这与高丽参的成本和供需关系有关 先说说供需关系 高丽参作为享誉全球的高档补品 也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健康消费品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享有绝对的市场定价权 疫情期间为了提高免疫力 抵御病毒侵袭 韩国民众首先想到的就是高丽参 原本处于淡季的锦山人参市场 销量比平时增加了有三成 高丽参除了深受韩国本土市场欢迎之外 还颇得周边国家的青睐 其中中国和日本的需求最大 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这三大区域占韩国高丽参出口总量的50%还多 在供不应求的背后 是韩国民众和海外市场对高丽参纯正品质的认可 再说说这高丽参的成本能不能对得起它的身价 高丽参主要由韩国政府直接负责监管的公司出产和销售 从1940年开始 韩国的高丽参开始使用专用商标 1952年设立专卖厅 1987年成立韩国专卖公社 1989年设立韩国烟草人参公社 1999年则开始与烟草分家成立韩国人参公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高丽参一直是和烟草并驾齐驱的产业 由韩国政府直接监管和销售 其后台不可谓不应 再来看看它的生产制作 韩国人参公社负责对高丽参的种植和加工进行全程把控 以正观装为例 种植前要对土壤进行检测 重金属农产等全都达标 才能进入为期两年的陪土期 而种植的人参要经过六年的精心培育 期间先对幼苗和成熟人参进行抽样检测 检测合格才能进入成品加工环节 加工后还要再次检测 一共要经历七次检测大关 其中对农产以及重金属等成分的检测项目多达260多项 同时加工过程也极为繁琐细致 除了久蒸久晒来锁住人参的营养 还要运用低压冷萃等专利技术进行人参品类拓展 研发出如一丝一吸红参饮品等爆款产品 照这样看来韩国高丽参确有过身之处 但我们的人参不外乎也是这样制作的 价格怎么会有十倍之差呢 除了产品自身还要好好说一说韩国的营销手段 据韩媒称 俄国作家高尔基因服用高丽参 使他从吸烟引起的疾病中恢复过来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说 高丽参在他癌症晚期的时候延长了他的寿命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韩国进行国师访问时 韩国把高丽参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赠送给他 如果说品质是高丽参征服市场的一亿 那么善于营销一定是高丽参能卖出高价的另一亿 韩国人参公社每年都会请刀红明星为其品牌做代言 紧盯年轻人的保健食品市场 用高丽参来滋补已经融入了韩国年轻人的一日三餐 深受喜爱的生鸡汤正是韩国人进补与饮食结合的典型例子 粗略统计韩国90%以上的人参是以食品形式消费调 例如炸人参 人参汤 人参菜等等 我国则多是药用 这正应了一句话 中国人参在药房 韩国人参在食堂 而且毫不夸张地说韩国人是吃着人参长大的 韩国每年人均生消费量达400克 为了迎合饮食需求 韩国某品牌生产的人参食品已达到了200多种 包括人参饮料 人参茶 保健食品等等 这些人参食品大大提高了高丽参的市场占有率 总结来说 高丽参以品质为基底 再加上营销宣传 产品研发 品牌建设 拥有了无可匹敌的产业链 难怪敢卖这么贵 确实产品做得不错 最后我们说一下视频中反复出现的机构 韩国高丽参能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果 绝对离不开这个幕后推手 韩国人参公社 作为一个具有官方属性的机构 韩国人参公社受韩国政府监管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有制企业 公社一直以品质和工艺为导向 同时引领韩国人参的研发 使得旗下品牌成为韩国人参产业的标杆 成功打造了享誉世界的人参制品 公社每年对高丽参的投资超过1.6亿 持续钻研包括人参种植品种研发 人参加工工艺等细分领域 使得高丽参保持不断津津的状态 反观我国 人参占据世界人参总产量的70% 产值却仅占全世界的30% 我们把人参低价卖给韩国 又被韩国加工成高丽参产品 以高价重新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倒成了韩国人参原材料的供应地 2019年韩国高丽参对华出口额达7108万美元 是所有出口国中最高的 想要改变这个现状 在技术标准 规模生产 品牌打造 市场营销等方面 的确可以向韩国高丽参学习学习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正解决 正解一切不明白 咱们下期再会